氣象署的氣象預報 二十四小時運作 山陀兒颱風 週日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直到昨天中午 總算登陸 預報人員在警報期間 平均一天睡不到五小時 雙眼些微泛紅略顯疲態 氣象署檢任記政吳婉華 仍保持專注 為三號下午兩點四十分的 預報記者會做最後準備 這一天他又是清晨三點多起床 準備資料 做圖卡 雖說是工作 但颱風警報一發就待在署裡 若同仁家裡沒後援 氣象署表示會調配 而入境發布後六點四十分 第一報到深夜十一點四十分 最後一報 氣場記者會過往一人負責一天 今年改成兩人輪班 減少疲累 吳婉華說這次天氣預報的經驗無法複製到下次 同樣的風和雨也不會發生 在同樣的時間和地區 這份工作挑戰性高 有很多變化 但算是比較有趣 期待更多年輕學子投入 而隨著山陀兒減弱 之後解除海景 團隊也能稍微喘口氣回家去 記者林曉慧 沈志明臺北報導